今天我将从全球变暖对湿地的影响角度 开一开脑洞 探讨权力的游戏剧情的其他走向 我们从2017年那篇论文说起 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卡迪夫大学南普顿大学的科学家们 以大学是Sumber Talley的名义 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Climate of the World of Game of Thrones的文章 权力的游戏世界中的气候 他们使用布里斯托大学的超级计算机 计算了电视剧中维斯托洛大陆的气候数据 并建立了气候模型 文章进一步指出 如果剧中的龙马Denaris继续滥用龙焰 巨龙产生的热量很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全球变暖 而且全球变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冰川融化海边面上升等世界 它也会对湿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按照国际湿地公约的定义 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 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 湿源 泥碳地或水域地带 带有静止或流动 互为淡水 淡浅水或咸水水体者 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 根据剧中设定 威斯特洛大陆可以说是湿地广部 河间地 地势平坦 水道稠密 很像我国的包邮区 景泽纬度偏高 遍地涨泽 让人想起东北的三江平原 铁群岛更是由七个连续的岛屿组成 滩土地帽随处可见 还有丰富的河坡河流 然而作者乔治·奥尔玛丁在写作时 显然未考虑到全球变暖 引起了湿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而这可能一举改变整个情节走向 根据论文 聚龙的火焰将导致全球温度上升2.1度 这一数值听着不怎么高 但是要知道 从冰河时代的当初的暖气时代 全球气温仅升高了5度 而最终短时间内 经济了如此大时的升温 必然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 全球气候变化会使得降水 气温 雨量等气候参数 发生明显变化 对全球水温循环过程和区域水温情势 产生深刻的影响 研究表明 区域水资源状况与降雨 气温等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 也就是说 相对较小的降雨和气温变化 将导致水资源状况的较大变化 例如 若降水量减少10% 气温增加2摄氏度 河川净油量一般要减少15%到30%左右 自50年代以来 我国西北地区的内陆湖 绝大部分均向萎缩的方向发展 有的甚至干涸 除了人类活动影响外 短干化的气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以我国四川的若尔盖湿地为例 1971至2000年间 当地年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5摄氏度 气温的升高和蒸发加剧 致使沼泽的出水量减少 出现过湿状态和旱地 若尔盖湿地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 沼泽湿地快速退化 湖泊萎缩变浅 积水面积显著减少 1985年高原牧区的17个湖泊 到2000年有6个全部干涸 另外 如果气候变暖 而河川浸流变化不大 平原湖泊由于水体蒸发加剧 将会加快萎缩并逐渐转换为盐湖 湿水水资源短缺和淡水显化 必然会引起当届原住民进行迁移 结果将极大改变原具中的地缘政治格局 从而改写历史 其次 由于水文参数是控制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关键因子 因此湿地水文情深的变化 必然会影响到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它为多种植物 微生物 哺乳动物 两耙类 以及其他各种水生生物和底气无解决生物提供了气息地 可以说湿地最为基本的功能之一 就是为动物提供中年的居住环境 还是一些候鸟跃动的生境 湿地退化可能会导致一些种群消失甚至灭绝 以冰微物种中华秋山鸭为例 这一物种主要繁殖在我国境内 以潜水谷是鱼类为主 种群数量设河流水环境影响很大 由于气息地丧失 十年间种群数量减少了50% 动物的减少和消失 对剧中仍然以打猎为生的肌肉来说 又是一场不小的打击 不仅如此 湿地为许多病原体的繁殖和生长提供了温床 比如瘧疾 血吸虫病等 蓬阳湖区就是我国血吸虫病最严重的流行区之一 温度的身高和季节湿地分布的变化 将改变这些疾病的时空分布 之后混约世界的很可能不是异鬼军团 而是肆虐全球的疾病 还有防洪也是湿地的重要基本功能之一 湿地的桥灌木及地背植物根系发达 水面以下根筋交织残体堆积 洪水来临时起到减缓流速降低流量的作用 湿地的吞吐调节可以缓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的影响 避免水汗灾害 电视剧中从未提及任何水汗灾害 可是一旦湿地丧失 也许就是另外一番场景了 我们接着说一说全球变暖对人工湿地 具体的说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尽管湿度升温会扩大粮食产区 增加粮食产量 比如过去的60年内 五国北方不同农作物的种植界限都发生了北移 然而气候变暖也有助于害虫和病原体安全过冬 病虫危害区域北阔 事态增加 危害面积加大 程度加重 几乎每点科技术的权力的游戏的世界 没有农药 更不懂生物防止 这些负面的影响显然是更要命的 病虫害加剧意味着粮食减产 减产意味着增量不足 这样一来 最终僵持了数年的围城之战 也许要改短一点了 最后全球变能与湿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湿地吸收碳的能力要远远超过森林的能力 湿地是全球最大的碳库 碳总量约770亿吨 甚至超过了热带雨林 因此湿地参与全球碳循环 对调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具有重要作用 湿地具有如此强大的固碳功能 是因为沼泽通常处于多水条件 沼生植物死亡后 其植物残体在咸气环境里分解缓慢或不易分解 使有机质聚集形成沼泽 因此湿地作为温室气体的储存库 一旦丧失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 它们俩的关系就像一个墨比乌丝环 因构成火 火构成因 不得不说 巨龙虽然酷炫 但对被湿地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 从这个角度 夜王和他的异鬼大军到处释放冷气 哪是为了毁灭世界 根本就是凭一己之力逆转全球变暖的环保小斗士 权力的游戏其实是一部仅是人类环境问题 以及不容小觑的灾难片 好了 本次一本之年的胡说八道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